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后堂同光元年西元923年的农历2月22号 那从小七岁呢 他的父亲就过世了 跟妈妈相依为命 单亲贫苦 那为了要筹钱埋葬他的父亲呢 那跟母亲一同受雇于当地的阳性财主家中呢做长工 妈妈呢在阳性财主家中帮忙 那他呢因为年纪很小 所以呢就负责帮着阳性财主放羊当木桶 那阳性财主呢为了要帮自己家里面的祖先找一块风水宝地 特地呢请了一位道行高僧的风水师 帮他勘与找这个良好的风水 找风水的期间呢 就需要住在阳性财主家中 那由郭忠福呢负责伺候风水师的生活起居 朝夕相处下来呢 忠福的充饮贴心 非常的受到风水师的疼爱 那也在平常呢闲暇之余教导忠福读书写字 但是呢阳性财主 虽然是家里非常的有钱富甲一方 但是呢他吝啬诚信 并没有好好的善待风水师 有一次呢反而用不小心跌落粪坑淹死的羊 拿来招待他 忠福因为不忍心风水师 自己的老师呢受到这个屈辱 所以呢就诚实的告诉了风水师 这件事情的真相 知道财主是如此的这样子对待自己 这么的吝啬 而且呢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自己 风水师非常的生气 不但呢不将早就已经找到的这个风水宝地 献给阳财主 反而呢将这块难得一见的风水宝地 阳棚无公穴 另外一个说法呢是黑风穴 送给了善良忠厚 然后日夜伺候他的这个忠福 也将他的父亲的遗骨 牵涨到这个风水宝地 在牵涨完成之后呢 有无数的黑色的蜜蜂 突然间起潮而出 将所有羊圈里面的这个羊子都钉死了 也因为如此呢 中府跟母亲也就失去了在羊家的工作 离开了羊家 就依照风水师临别前的丁明说 离开这个地方朝东一直走 直到遇到有牛奇人 人带童 水变红 鱼上树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个地方就是你们母子的七身之处 于是呢中府母子相应为命 来到南安斯山十二都安眉寨的时候呢 正逢狂风暴雨 就看到有一个木桶为了要躲雨 躲在他所牵的这个牛汁的肚子下面 就变成牛奇人 后来呢又看到呢 有一对刚做完法师的和尚 经过了这个地方 因为下大雨 就把手上的那个铜波 当成是遮雨的器具呢 带来头上 也就是我们风水师所说的人带童 那因为下大雨呢 山洪爆发 从山上呢冲刷下来的雨水 夹带的红土流到了河面之中 河水就变成是红色的 就是水变红 在旁边钓鱼的人呢 为了要躲雨 不小心情急之下 把他钓到的这个鲤鱼 甩一个太用力 然后把鱼呢 甩到树上去 那于是呢 变成这条鱼就挂在树枝上面 就是跳来跳去 就变成鱼上树 他们看到这个情景之后呢 于是就决定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 也就是现在 南安师山公园 波胜王的故居龙山公 赖明伟 蝎同 大溪凤山寺广泽宫 和飞扬调平八九五 与你一同攻注广泽尊王 万寿无疆 圣诞千秋 保佑我们台湾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以上单元由台湾庙会情报局Live提供 集合全台各地庙会 及神明资讯的情报站 快上Facebook搜寻 台湾庙会情报局Live社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